全面裁员时代真的来临了吗 广东佛山这几天很多大公司工厂都开始裁员了 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很多公司就开始提前放假提前返乡了 这价放得让人有点心慌 今年不仅打工难做老板的也难 今天和老板出去看到路上附近工厂静悄悄的 他说他从2003年开始自己创业做老板 到现在20年了从来没有过今年这样清闲 闲得发慌 以往都是从国庆节过后就开始忘记 车辆进进出出从来没有停过 一直加班加点 干到年30下午才放假的 今年现在就已经没有事情做了 不仅没有事做还到处亏本 亏本也要做 不做更加亏 要养员工养机器 到处都要开支 如果裁员失业意味着有多少个家庭 还不上房贷车贷 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 真的是进退都难 很多人预测明年会更加难熬 年初将会上演更大的失业潮 有大量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所以此时此刻只要有工作能养活自己 就知足了 加油吧打工人 还记得我们说过吧 年底裁员是为什么 为的就是不发年终奖 所以你看这次京东裁员给N加1 想要年终奖 没有 不再解除先上签字 HR就单解 直接说你走维权程序 为什么一边裁人 一边还说你去维权 这样的话 第一 HR有他们自己的指标 截至日期 有自己授权的补偿标准 时间到了你不签 单解下一位 我的指标完成了 后边的工作 交给法务或者其他的人去做 第二 年终奖有发放的难看 你得干完这一年 发的时候你还在 至少都得有这两条 虽然即便有这两条条 你去打赢成奖也未必会说 但是再拖下去 单位的风险就更大了 气势就更弱了 你打赢的风险更小了 不签解除的底气就更有了 所以问题一定要解决在 元旦之前 第三 裁员理由是否合法 其实不重要 100个人里 90个会签协议 签了协议 它就有效 受法律保护 剩下的10个 你只要去打仲裁 你就有输的心理负责 有10个月左右的时间成本 到时候稍微抬抬手 说我在家一万 能不能签条件 你签不签 你签不签 所以只要公司决定了 元旦签裁员 微观上 他可能会输掉几个官司 在宏观上 他早已经赢了 已经被单解的 你也不用慌 咱不用去管他的宏观 咱把自己的微观搞好 就行了 哪怕调解 多拿回来一万 咱也不可以不是 那问题来了 兄弟们 东哥明明说过 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 怎么他也来整这一套呢 是东哥是说过这话 可是东哥还说过 混日子的人 他不是我的兄弟 你也不矛盾是不是 可是东哥说过的另外一句话 他就不好言了 什么话呢 说不会外包任何一个员工 可现在人家不光有外包 而且外包也已经裁了一批 裁员也不是绝对的坏事 有外包做 总比什么都没得做要好 能做一阵子 总比一直没得做要好 退一步讲 这些大厂裁员的积极意义 可能还在于 也许慢慢大家会意识到 不管我在什么样的单位 是不是拼命的 无偿加班 都有可能会被裁掉 无非是个早晚的问题 那我还加个什么劲 我还卷个什么劲 我还舔个什么劲 把分内的工作干好就得了 真正能有八个小时 回归家庭和生活 把精力放在教育 娱乐 健康 消费这些商 你看 裁员还能推进社会进步呢 是不是 爸爸妈妈 其实我裸次已经五个月了 为了省钱 搬到了郊区 我没敢告诉你们 怕你们骂我 那么好的工作 为什么不珍惜 怕你们疯狂催我 继续找工作 其实每次通话 我跟你们说的 我在这里很好 老板气重我 钱多事少 不加班 公司有前景 不会裁员 都是骗你们的 我想一直做你们眼里 那个优秀 骄傲的女儿 可是事与愿违 真的好难啊 其实我最近不太快乐 我想像闺蜜一样 跟你们倾诉 但又怕你们担心 我又怎么不知道 你们在家里也很辛苦呢 其实我辞职这段时间 我成长了很多 以前总是因为工作的事情 内耗 崩溃 痛苦 现在变得情绪稳定 更自信 眼里又有光了 我现在在积极地找工作 给自己做饭 去图书馆学习 找到了喜欢的兼职 收入能抵一些生活费了 你看 我长大了 一个人在外面 也能照顾好自己 别担心 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如果今天晚上 我还看不到 抓人的消息的话 我就绝对 从一个死多头 变成了空头 昨天今天 都是没有北向资金的 但是盘面是一塌糊涂 低开低走 全天是只有下午两点钟左右的时候 有一个小小的挣扎 然后就是一路向下 稳稳的 以前有北向资金的时候 只要一下跌 就把这个下跌的锅 甩给北向 这两天没有外资了 还是跌得这么惨 是更惨 怎么说 这么妥妥的那只狗 拼命地砸吗 今天成交量和昨天一样 刚过六千 就这点成交量 能搞个毛线 毛线都搞不了 全天就轰了六百多支票 四千三百多支都是绿的 真的张脸啊 太张脸了 我一共是五个票 四绿一轰 红的是仓位最轻的 真的搞得我是越苦越累啊 这个狗票是搞不了了 今天我把那只红的给走了 是刚回本 实在不想玩了 太没意思了 哎呀 一霸 一霸 不玩就不玩吧 大家都别玩了 每个月要还五千的房贷 我真的后悔的想删自己几巴掌 这就是我花两百八十万在武汉买的房子 首付接近两百万 贷款八十五万 按揭二十五年 要明年六月份才能交房 目前我们一家人在武汉租房子住 一个月房租家庭车费也要三千块 再加上车贷房贷 我们每个月不吃不喝 雷打不动也要一万多块钱的开支 我们就是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 高位买房的人 买完之后市场又进入一个低迷的状态 辛辛苦苦打拼几十年 一下回到解放前 目前老公也属于失业的状态 我真的肠子都毁清了 如果当初不冲动换房 我们手上目前至少有一百多万的存款 别提那日子有多滋润了 世界上没有后悔要成年人 怎要为自己的任性无知去买单 这两年大环境不好 各大企业都在一批批的裁员 我老公也是其中的一员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准备把车卖了 把房子退了 回到农村去生活 等到交房的时候再回来 姐妹妹你觉得我这样做对吗 有个医生朋友说 快年底了 医院里好几个医生都辞职了 自从三月份以来 医生工资加细效 总共就六千元左右徘徊 整整快一年了 也没有得到改观 而且一眼看不到希望 之前还一直在等 希望年轻制能够尽快实行 这样每个月会多收入点 但至今为止 医院改动倒是层出不清 待遇改革 却资自未起 有的科是原先六位一线的 参与值班的医生 但三个月内辞职 辞职走了三人 有两位去了私立医院 据说收入直接翻番 而且不用计效 还有一个去了卫生院 选择躺平 收入虽然改变不大 但有更多的 自主支配时间 很多科室正常倒班 都非常困难 此导致门诊急诊 有着作用需求的患者 医生只能告知没有床位 回家等电话同时 而讽刺的是 医院科室的很多床位 都是控制的 只是没有值班医生而已 网上所说 现在负债人呢 大概有八亿左右 余期率呢 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 也就是说 除去老人和小孩 基本上可以说是全民负债了 明年呢会更多 因为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呢 就是在最近 才选择了躺平 因为快过春节了 他们说 如果再还的话 到春节只能吃萝卜白菜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 无能为力了 如果按这样的概率推散的话 那过了春节 数量还会再增加 因为我的几个朋友呢 还没有事业 还有工作干 只不过是工资降低了一点 然后还过房贷之后 所剩无几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手中的卡片 还进去之后呢 立马降额 还有那些循环贷 你还进去之后 他不让你循环了 这是最要命的 这叫降额抽贷 也就是说 你签一万块钱 然后你还进去两千 没事 但是你要是敢还八千 没了 他立马给你发个短信说 因为综合 贫困不足 额度降低了多少多少 这是最要命的 直接把人给干到崩溃 放贷机构呢 他不是慈善机构 他也是贤贫爱富 只要他发现你穷了 不管是以前的什么 普惠基荣了 什么住农贷款了 什么大学生经营贷了 通通都不行 你给我死一边举 你饿死了 跟他也没有关系 如果你工资高于两千 在中国就是亡者 因为月收入两千以下的 有9.6亿人 如果你工资高于五千 就是最强亡者 因为全国有13.28亿人的 收入在五千以下 是不是不相信 明明身边都是 月入八千一万的 满马路都是有车的 天我给你一算 你就信了 首先21岁以下的孩子 和学生的收入为零 60岁以上的老人 就算有退休金 也没多少 更何况很多 都是在老家种地的农民 这两部分就有八亿不止 再加上全职妈妈 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 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贫困山区的低保护 差不多有一个亿吧 加起来就是九个亿 问题来了 这九亿人靠谁养呢 就是这些月薪 八千一万的亡者们 他们作为家庭的主力 背着沉重的房贷 上有四个老人生病住院 下有一到两个孩子 上学报班 这全家人一平均 又有多少人 还能超过两千呢 表面上看 他们战胜了90%的人 真相是 他们养活了90%的人